好 是從剛剛看到的是民主黨的全代會 造勢場合當中 賀錦麗直接公開宣布介紹 明尼蘇達州的州長 華茲擔任他的副手 那華茲登場使得美國大選更加激烈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民主跟共和兩黨的政府總統候選人 都已經出爐了 那賀錦麗已經宣布了 由這個明尼蘇達州的州長 華茲來擔任他的這個副手 而不是之前大家說的這個賓州州長 或是這個這個所謂 這個其他的這個參眾議員等等的候選人 那這個其實有點讓人家有點意外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根據這個一般的調查 美國的大部分的人 其實並不認識華茲 不過我們現在講一下華茲 這個人 因為華茲這個人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也是馬上就迅速的反擊 他演講也是重量的這個炮轟了 這個包括說川普跟凡思 那就用怪來形容他們這兩個 這個川普跟凡思這兩個的組合 好 但是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因為明尼蘇達州 在過去一段時間 本來就是民主黨的鐵州 那你挑一個這個 好像被人認為說 你們兩個是同溫層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看 這個華茲的這個背景來說 你會覺得說 其實某些人認為是 他跟賀錦麗 其實兩個可以互補的一個狀況 因為華茲是出生在內布拉斯加州 這其實是屬於過去的共和黨州 然後他其實擔任過這個美國的 這個陸軍的國民警衛隊 所以他有當算是參參與過 那參加過所謂的救災 包括說洪水跟龍捲風 然後還有這個九一一事件的時候 他還到歐洲去擔任反恐的這個這個任務 所以如果你要攻擊說賀錦麗不懂軍事來說的話 或許華茲在這個部分可以補強賀錦麗的這個部分 另外第二個部分是說 他過去一段時間其實他擔任過老師 他也來傳教過 他曾經去這個他八九年的時候 曾經在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候教書 所以他對於這個這個八九民運 他有非常多的這個感觸 因為他幾乎也是身在其中的一個狀況 那甚至他還來臺灣傳過教 所以他也來過臺灣 甚至他後來還跟西藏的這個僧侶們 或是說跟西藏流亡人士 有非常深入的這個交談 所以他其實曾經有個記錄是 他曾經當面跟李克強問到西藏的問題 這個兩個人曾經有一段對話 雖然他非常 雖然他在美國眾議員的這個任內的時候 他非常關注人權的問題 他針對人權有非常多的這個挑戰 另外包括說他還曾經在這個美國的國會中間 感謝黃之鋒 就是香港的民運人士 所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在人權這個部分 是相當相當的堅持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那因為為什麼會選他呢 因為其實他在擔任 民力數大州的州長任內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這個州議會 其實是分裂的議會 但是經過他治理之後 就變成是兩個議會 都是分屬於這個民主黨所有 所以這個所謂賀錦麗或許認為 他可以處理一些比較繁雜的 這個失誤 由他來做或許會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宣佈由華茲來擔任 整個這個他的副手 好那因為華茲擔任副手 他們兩個第一次出來之後 目前為止來說 當天他們就已經募到了 這個兩千萬美金的這個狀況 就是他們兩個確定之後 斗內金就有兩千萬美金 約合新臺幣是六點五億的這個資金 好那當然了 另外一邊來說的話 馬上就開始要攻擊他了 他馬上就這個這個范師 或者說川普陣營馬上就說 他們兩個組合了是史上最右左端 左翼的這個極端分子 他尤其是說這個這個華茲 他恐怕會是史上最糟的副總統 他說可能比賀錦麗都還要更糟糕 然後認為說他們激進的左派只會帶來所謂的人間的這個煉獄 所以看起來的話 其實接下來的這個華茲看起來 似乎他是重炮手 他第一天就已經開始在轟 轟這個所謂川普跟這個凡思 那當然這個凡思跟川普也馬上就在對轟 所以看起來的話 美國總統大選會進入一個更白熱化的這個狀況 不過根據這個美國的最新的這個民調顯示來說的話 這個賀錦麗跟川普的民調是四十八對四十四 也就是說好像有一點點比較拉開的一個狀況 那尤其是他們在參考了一個叫做三十五歲的年輕選民 目前為止來說四十九比四十 也就是說賀錦麗領先了九個Percent 那為什麼因為三十五歲的年輕人來說 恐怕他們過去一段時間都是比較搖擺的這一部分 那搖擺的這個部分 如果支持的這個所謂的賀錦麗高的時候 那恐怕在很多選舉 很多關鍵州裡面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的選情還是持續在一個白熱化的這個狀況 不過當然隨著美國選情的白熱化之外 國際股市的震盪局面恐怕也會這個更加震盪 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就講過 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大概這個三四個月的時候 很容易因為美國總統的選情出現一個大變化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 國際的股會是還是大變化 那當然最近有比較好的消息 就是說這個再引起這一波 所謂國際股市的大震盪的過程裡面 有兩個央行被人認為說犯了錯 哪兩個央行 第一個是美國聯準會 說他可能降息太慢 你之前就要降息 你等到這個九月才要降息 結果這幾天的時候 聯準會就說好啦 如果真的危險的話 我們不排除八月緊急降息 這樣講安撫了市場 對於所謂經濟衰退的壓力 好另外一個是日本央行 因為日本央行在上一次 和天直南開完會之後 他升息意外升息 就升息之後他還說未來不排除升息 所以大家嚇 嚇暈了嘛 所以為什麼這一波的國際股市會震盪 因為日元大升 日元從原本一百六十二升到最高一百四十二 那今天日本的 副央行總裁就出來說 好啦 沒有沒有 如果這個真的會引起這個動盪 說我們不會升息 這樣就沒想到日本 日元馬上就貶值了 日元現在又貶到一百四十六 所以因為日元貶值之後 國際的緊張局勢就稍微紓緩了 紓緩的時候 國際股市就開始出現一個大漲 那當然這裡面來說的話 台灣股市今天就大漲了 今天創下了史上最大的這個漲幅 漲了七百九十四點 昨天漲六百八十一點 大家覺得哇很大 結果每天今天創了一個新高 七百九十四點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目前為止來說 指數是兩萬一千兩百九十五點 那元某這個點大概什麼位置呢 我們如果看一下的話 目前台股的這個半年線就在這邊 那這往上的話有季線 所以台股如果真的要轉強的話 至少你要穿越過季線 季線目前會只在兩萬兩千點以上 所以還有約莫一千點的關卡 要克服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今天漲幅這麼大 原因有一個公司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來說的話 我就講了 真的愛台灣的會有回報 為什麼台積電從一千零八十塊 所以禮拜一的時候 跌到最低九百一十八百一十三塊 八百一十三 那現在出現跌停板的這個價格 結果沒想到欸果然是你如果敢 再八百一十三去買的話 今天九百一十八 賺了一百塊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愛台灣在這個緊急時候呢 救援護國神山 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另外包括說像大力光 大力光 因為蘋果的手機 即將在九月就要發表了 那所以他其實剛公佈了七月營收 是相當的好的 所以你看他今天也是大漲了 約莫是九十塊 那漲到了兩千七百七十五 但是今天有一個族群的相對表現 就沒那麼好 這是誰呢 廣達 廣達這一波跌很重 從那兩三百多塊跌到兩百五十塊 結果沒想到談不起來 今天才談三塊 另外鴻海也是一樣 鴻海今天來說的話 也是談了這個三塊 也是來到一百七十一 他最高是兩百三十幾塊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其實盤後 美國公佈了財報 就是這個SMCI 就是美超維 美超維公佈的財報來說話 他其實財報不如預期 在美國盤前盤跌了十三趴 所以導致我們今天的很多AI股 其實表現得沒有那麼好 那另外就包括說像 跌很深的 像聯發科 聯發科前一陣子跌 漲到一千五 就前幾天跌破一千塊 就趕在一千塊以下 九百九十幾塊去接了 也是非常的感恩 現在來到了一千一百五十塊 今天漲了七十五塊 那另外包括說四星KY 智英科這一波也跌很慘 他歷史最高價有四千多塊 他也是腰斬 腰斬了之後 今天也是亮燈漲停板 所以我覺得目前短期間之內 你如果你真的要操作 我給大家幾個建議 就是你盡量去找那種跌很深的 你看像雙鴻跌得很深 從九百多塊一路跌跌跌跌 跌到六百多塊 這種股票 如果你真的要做短的話 都可以都可以搶進 一個狀況 像齊鴻也是 今天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很多股票就漲非常多 另外包括說像所羅門 這個可能是未來也值得留意 因為我們黃仁勳這個八月要來臺灣 機器人要來了 沒錯 他今年有兩個行程會來臺灣 八月會來 然後另外一個是紅海的 這個十月多會來 然後年底他可能也會來 所以今年是雙月份 他大概就會來臺灣一次 那八月來說 他會來講什麼機器人 所以你看所羅門或是廣民 其實今天也都表現得還不錯 那所以我才說 這一波其實很多股票都跌得非常重 那跌得非常重的時候 現在很多變數慢慢慢慢的釐清之後 短期間之內或許我覺得股市會繼續的往上震盪 震盪走高 但是長時間的包括美國經濟的衰退的這個壓力 那日元你說就不會再升息了嗎 我覺得這個都還是後面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短時間之內或許大家可以稍微放下一個這個 不太像這種就有點類似說主政已經過去了 現在在餘政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現在你要把目光交流翻來什麼地方 美國總統的大選 還有中東局勢 這個恐怕也會短時間之內影響到股市的這個狀況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小鈴鐺 天 哈哈哈 很好 Washington 很多